各位好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几本书和网络上的视频 这样子大家可以去学习基础的佛法 我们现在很多资讯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可以去学习的 什么是只是在表面上的文字上的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推荐几本书和几个视频 这样子大家去看了就会知道佛法是怎么样学 怎么样修正的 以免我们浪费了时间而没有学习到什么 首先我要和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净莲上师的天台小指观这本书 那这本书是可以在这个网上下载的 在这个网上下载 它是在合影书院这个天台的 在网上可以找得到 那这本书呢 那关于佛教指观方面 一步一步他都讲得很清楚 那第二本呢就是这个六庙门 这也是这个净莲上师这个讲的 这个六庙门 那他有原文和净莲上师所解释的 那这两本书都可以在这个 这本书和这本书都可以在网上这个去下载 那这真的是法宝来的 因为净莲法师说的都很清楚 那净莲法师呢 这两本书呢 事实上呢 他有视频 有一系列的视频 就是这个小指观的视频 这个是六庙门 这是六庙门 所以大家有了书 可以看这个视频 那包括你说这个天台中的这个六字诀 也有很细的介绍 那这个我们一般听到的信息相依啊 这个能锁双亡啊 怎么样这个福提自信啊 在这个六庙门里面都有说得很清楚 一步一步的说得很清楚 它是什么东西 怎么样去修正 所以这两本书 和这个视频是大家可以 这个这个去学习 而这个学习呢 并不是这个 只是看一遍就好 而是不停不停的这个 来来来往往的去这个 去这个 去 去读了 去研究 去学习 可以看他几年 好几年 可以学习他好几年的东西 甚至一生的东西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两本书很重要 关于禅定 关于智慧 关于这个 就是你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六字诀 治病的 然后这个信息相依 这种种的细节都是在这里 那净年法是很慈悲 把每一个细节都说得很清楚 这样子大家可以去 去去去去学习 那个方法 然后呢 去了解是什么回事 然后去体会它是什么回事 因为要了解体会有那个经验 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只是在字上 去了解 那另外一本 我要和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南淮经老师的 准题 那这本书里面呢 很多这个 关于这个 修行的 我们日常生活的 这个 这个所需 都 可以在这本书找到 它是佛法 而是日常 很实用的 那南淮经老师也有 这本书 他也有这个视频 比如这个准题法门 中药中 之中 然后呢 这个 准题 开思法 南淮经老师的这个 这个视频 那可以这个 看这个书 然后呢 来这个 也来这个 学习这个 这个视频 因为里面 很多的细节 我们要知道 那尤其我们 在日常生活上 所需要 那 准题法门 是 比较这个 比较通俗 那 这个 天台中 小指观 以六庙门呢 它 是 这个 佛学的基础 无论你什么 中派 南传 北传 你都要知道 这些东西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日常生活上 我们 有一个东西 可以修 尤其是我们在家人 没有出家的 那有一个 可以修 有一个法门 可以修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 那就和大家介绍 这三本书 这小指观 六庙门 和准题 沿通 还有这个 这个视频 在YouTube上 就可以找到 让大家可以 好好的去学习 把基础 打好 这样子 才可以帮得了 自己 否则的话 事实上 这个 这个 根本就是 会浪费一生的 然后还有几件事情 要和大家说 第一件事情 无论你在做 静坐 学佛 练气功 什么都好 你要注意的话 这个要注意的是 你练完了 你学完了 比如说你去打坐 你坐了半个小时 之后 那一天 你要感觉到 很舒服的 很放松的 你说腿可以痛 那没问题 可是呢 绝对绝对不能 感觉到很累 很疲倦 OK 你练完什么东西 你修完什么法 你一定不可以累 如果你感觉到累 那就是修错了 那是当天修完 会知道的 那如果当天修完 没有什么感觉 一个星期之后 你如果每天修的话 你如果感觉到累 身体这个累的话 那就是不对了 OK 所以我们有一个指标 修任何气功 这个道家的也好 这个佛家的也好 修行 绝对绝对就是 你要注意你自己 修完那一天 不可以累 修完了好几天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 也不可以累 而且身体要很舒服 好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念佛 最基础的 念佛或持咒 那念佛呢 一定要心念 口念 耳朵听 那心念呢 就是说 比如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 我们想到那个阿 想到那个阿 嘴巴呢 就这个石头动 这嘴巴动 念那个阿 然后耳朵听 阿弥陀佛 他就是这样的 绝对不要说 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可是我们的头脑里面 我们心没有想那个阿弥陀佛 那我们的这个 头脑里面就想别的东西 所以那个叫做善心念佛 那不行的 那所以很多东西是 比如说我们在开车 你在想别的东西 那是不行的 所以念佛呢 一定要心先想 比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耳朵听阿弥陀佛 想弥陀佛 心想弥陀佛 口唸弥陀佛 然后呢 这个耳朵念 这个听 这个弥陀佛 这样子 一句一句这样念 那个才是念佛 那个才有功效 那不要只是念念念念念念念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念念念念念念念 那个思想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个东西就不是念佛 那另外一个东西就说 一般念佛呢 就是嘴巴动 可是不要出声 嘴巴动不要出声 那如果说你出声的话 你耳朵自己可以听到就好了 那出声也不要超过20分钟 怕你伤弃 这个是要知道的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阿弥陀佛